所以其實現在新世代的車 真的在配備上面 真的是給得非常好 給好也給滿了 所以這類型的豪華級巨的房車來說 以同級的競爭對手 我們要幫大家好好地來比較一下 以這個530 IM Sport 還有AMG的就是賓士的1250 AMG Line 他們在配備上面 到底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呢 羅哥 對 我們看到BMW這個5系列 其實我從小這個 BMW那個PZ5號的年代 PZ5號 對 我們從幼小的心靈 就要造成很大的吸引力 那既然這個5系列 它是主管級用車 所以即使它的性能很飄悍 然後又有這個M Sport Line的這種 但是它整體看起來還是體面的 是 設計還是簡潔的 高質感的 所以就像它的競爭對手 賓士的E Class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會注意到它的車子 側邊的腰線什麼的 整體都是強調的是質感 強調它是穩重的 但是呢 你有M Power 我當然有AMG Line 所以在目前在市場競爭上面 是E 250的AMG Line 是等於算它的直接對手 對 但是如果你現在在看 因為5系列 它有一個好處 它是大改款的新世代 那E系列呢 也算是 不過在這個一些配備上面 有一點點差異 當然有很多東西在賓士上面是選配的 譬如說 儀表版 在BMW上面 它的整個儀表是12.3吋 多模式這個數位儀表 那 E 250的話呢 它在AMG Line這個標準上面 它是用標準型 就是左右 雙元儀表 中間有一個顯示幕 當然它也可以選配 選配成這個 全部都12.3吋的那個 那是選配 所以我說這個 差別在這裡 再來 導航啦 電動行李箱看 這些都OK 再來就是抬頭顯示器 還有手機無線充電 然後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像在5系列上面 它已經給了 Personal Co-Pilot 那一套這個ACC跟車 然後又有車道便宜 車道維持 那些都非常棒 那在賓士上面呢 對不起 選配 那在這部分就是在 兩邊的差異 你當然都可以把它弄得豪華 科技上面的配備也都有 但是賓士選配的東西 確實多了一點 那但是呢 在這個輪圈上面 是這個1250唯一 稍微小優勢 它用到了19吋 沒錯 所以我們看到了 像賓士的1250 它的這個配備的部分 跟這個B&W530i的 比較跟差異性之後呢 當然我們要看到EA2B裡面的 Audi的部分 雖然Audi的A6啊 它已經佈入了產品末代了 同時呢 它在配備上面呢 我們要請大衛哥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不過它新世代的車款啊 聽說在7月份的時候會導入台灣嘛 到底新世代車款跟舊世代車款 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這個Audi在這邊 它面對這個雙B對手這個對抗之下 Audi在這邊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末代車型呢 因為現有的車型 已經是2015年小改款之後的車型 所以你看手上今天也有快四年了 那四年你要對抗這個 去年前年才出來的這個雙B新車來講 那當然是有壓力的 尤其你看到我們這邊表格所呈現出來的 Audi在這裡 它真的呈現了一個 一個蠻弱勢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看它的許多配備 在這裡當然你看起來好像 以為說是漏打了還是怎麼樣 其實它這個很多都是變成選配 甚至有的還是沒有 目前沒有在它標配 或者在選配的內容之上 但是我可以預告的是 下一代的A6 它絕對不會做事現在的 做事這樣的情形 讓它繼續下去 新一代A6在去年的日電腦車展 已經出來了 而這新車因為受到LPT 這些新這個排放規程的因素 它這車型到今年才會導入 而新車它比現有的車型更大 而且我覺得Audi它有它一個特色 它現有的既有車型 人家的這個中央的中控台螢幕是固定的 它是伸縮式的 所以它比例雖然是它是7吋 它比人家多個伸縮的 然後在新一代的A6上面 它的虛擬座舱完全把它融入 放入到新車上 除了它從前面駕駛的表板是12.3吋之外 中控台它變成兩個螢幕 一個10.1吋 一個8.6吋 然後所有的螢幕配置都變成了更時髦 然後把它的按鍵也加以簡潔化 另外當然我們現在講豪華的大車該有什麼 你看B&W5系列它把所有的主動安全 Personal Co-Pilot全部放上去 新一代A6也絕對會跟進的 我相信 因為它假如說我再繼續選用的話 那除非它的入門車價 就空車入手價要夠便宜 不然它一定會跟進 給它價以選配 因為B&W5系列已經做到了 B&W假如再繼續做 它因為它是王 它去年可以賣5000輛 B&W賣3000輛 但是消費者會做比較的 你看看配備再比出來 每一個都要再加 跟每一個都給你選用了 都給你標準配備上了 對消費者感覺是什麼樣子 那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 而且其實我們發現 新世代的B&W 它走了另外一個 跟以往不太一樣的路線 它就刻意的跟賓士有點不太一樣 賓士很多東西要選配 可是B&W我就是直接配給你 對 同中求一 你絕對不要說 國外怎麼樣 原廠怎麼樣 美國怎麼樣 你要根據台灣的消費者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當然台灣的需求是這樣子 我就放出來 放出來消費者就會有感覺 對 有感覺 你的市場一定會出來的 對 當然以這類型的 這個豪華極具的房車來說 買家通常除了這個配備上面 他們會考量的一個重點之外 實際上他們也會在乎的其中一點 就是像剛才James這個車主他說的 我也在乎我自駕起來的感受 到底是怎麼樣 還有剛才其實我們專家都有提到了 Personal Co-Pilot 到底實際我們使用起來 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我們現在一起到外景去看看吧 我們要請鄭傑稍微為大家來比較一下 以B&W的530i M Sport 還有Audi A6 40 TFSI Quattro 來比較的話 他們在動力上的表現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表上面 A6的40 TFSI Quattro 它其實就是像剛剛講的 它還是屬於現行世代的車 也就是即將改款 但尚未改款的比較舊一點的車子 雖然說剛剛羅哥有在講 在配備上 其實是輸新世代的車不少了 但是在動力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數據其實並沒有差太多 像最大馬力的部分呢 它跟我們的530 M Sport一樣 它都是252匹 是等於是這個集團 像現在我們看到這四台車裡面 幾乎是最好的表現 甚至它的最大扭力 還到370 Nm的程度 這個部分甚至是領先所有的車子 可是呢 畢竟因為變速箱不同 車重也不同 驅動方式也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0-100加速的部分的話呢 530 M Sport 它就掌握了B&W一直以來的 那個所謂的高性能 然後駕馭熱鬚的部分 它現在就6.2秒 但是A6可能就要到6.5秒去 然後再加上A6呢 它使用的是七速的雙磁二七自首排 B&W呢 則是用我們都很熟悉的八速手勢牌 然後B&W依然維持後輪驅動 然後Audi剛剛講的它是Quattro嘛 所以它依然維持它的四輪驅動 總和言之這樣加起來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平均油耗的部分 B&W530i非常不錯 13.1 每公升可以跑到13.1公里 但是A6因為有四驅 然後又加上其他零零種種因素 所以它是12.2 稍微遜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呢 在我以往的經歷 畢竟A6是已經比較舊一點 世代的車子 以前開起來的感覺 我記得那時候的印象是覺得 這台是非常的均衡 其實是台不錯的車子 事實上看到這些數據就知道 這台車就算面對現在最新的對手 它也還是足以一搏 只是它是均衡 但我印象中兩年前試駕五系列 新的五系列的時候 它是比均衡更高 我覺得它已經算是房車裡面 幾乎是完美的房車 因為它不只是性能 像表上都看到了 它的性能是領先巡淪的 除此之外呢 它在操控 我們也都知道 剛剛帶大家去跑一圈 它真的操控也是 依然是B&W 然後在隔音 剛剛車主有講嘛對不對 然後舒適性 各方面所有你需要一台房車 所需要的任何的優點 它都存在在這台車上面 除了我們看到了B&W 跟Audi之外 接下來我們要請愛大爺 稍微為大家來分析一下 像賓士1250 AMG Line 還有Lexus的GS300 它們在動力上的表現又是怎麼樣 其實以動力上來說 剛剛鄭傑也講 都是這個2.04缸 渦輪增壓引擎的一個動力 那其實大家的最大的馬力 跟最大的扭力 其實也沒有落差太大 只有這個Marsity Express 的120 AMG的最大馬力 稍微小一點點在211匹 但是其實我覺得表格歸表格 如果你把單項數據拿來看的話 可能在每一個東西 就會有一個優勝劣敗 但是以均衡來講 剛剛鄭傑提到這個均衡 我覺得是在這張表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它往下拉 以油耗表現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B&W的530 IM Sport 跟Marsity Express 1250 AMG來講 他們兩個的油耗表現是最好的一個狀況 那相對於這個Lessus GS300 它油耗表現就稍微比較差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急劇的主管房車裡面 還是以後輪驅動為主流的優勢 那當然啦 包含了8速的這個手自排啦 或者是7速的自首排啦 大概都是要8 9速以上 才是符合這一個世代的一個這個需求 那當然可以看到Lessus 它的這一個0百加速 就稍微有一點點落差 其他都是6秒多 大概只有它一個人是這個 7秒3的一個這個0百加速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 目前跟其他三台車來看 都是屬於德國的這個房車 畢竟德國房車它還是有一個 德國人的一個這個工藝水平 以及務實的一個態度 來去做這個內裝啊 不管是內裝外觀 或者是各部基建的一個這個設計 那當然Lessus它的強項 是在營造它整個駕駛的一個這個氛圍 以及它內部的一個這個高質感的 這個感受 我相信它是 因為是我們的臨近的一個這個國家 日本 那它也跟這個東方人比較有接近的 一個這個水平以及氣息 所以我相信Lessus在這個車室內的 這個質感的營造上面 是非常符合台灣人口味 非常符合台灣人口味 所以跟其他三款車子來比較起來的話 它還是有相對的一個這個 不同的這個課程來去做選擇 我覺得Lessus 其實也是一個蠻不錯的車子 就當下 質詞 有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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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